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9日 12月29日是甚麼日子呢? 是今晚,今日是15日 月圓之夜 月圓之夜是惹起很多人狂想的 第一,月圓夜有人狼的出現 今晚股市會不會有大變化呢? 特別是美股方面 真真正正曾經有一批天星派的人說 月圓之夜,甚麼都會亂了 儘管看看 今天是2020年最後一次月圓之夜 大家可以期望有沒有人狼的出現 不過有一樣東西可以說 就是一定有冷風的出現 很多人不會相信 在今年的立秋 我自己有一個很古怪的試測 立秋 今年冬天是冷不冷的方法 我就是在立秋那天 出去我家裏外的巴士站 穿短褲 一定要早上4時左右 站一站 如果覺得那隻腳是冷 那一年就會是冷的 過往那10年 我這個預測 都是基本準的 但是很奇怪 你說我甚麼科目根據你呢? 我可以說很多微氣厚的事給你說 真的信不信呢? 你信不信不信不聽一下特朗普說 所以同樣 月圓之夜 人狼之焰 股市會是癲癲了 是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無論怎樣 恒生指數 今天就沒甚麼怎麼動 既然沒甚麼怎麼動 又沒甚麼好說 那我就會說甚麼呢? 就是 以今天所介紹的一些朋友問過股票 及我推介的股票 你都說說 究竟 我們應該在甚麼位來吃虎 是甚麼高位來吃虎 當然啦 如果低位吃虎即是虧 甚麼時候大家都可以做到 怎樣的情況之中 在甚麼高位來吃虎 在這點呢 就是我們牽涉到判斷 甚麼叫做高位 當然我們沒有絕對高位的 我們只可以有一個叫相對高位 在一個怎樣叫相對高位 來吃虎 首先看行星指數 其破道呢 我們甚麼叫相對高位呢 凡你能夠凸穿了保力加通道的上通道頂 你都可能 可能 是成為一個相對高位 這個凸穿了 不是 那你看它第一 第二個星期它還升 那當然這個就不是高位 那這個是不是高位 不知道 再上去看看 這個是不是這個相對高位 不是 震到這裏是不是 是 那你要怎樣做 考慮一個問題 是不是要出貨 不是的話 你出一半 這些情況之中 這裏也是的 碰到這個高位 那之後 跟著就下來 這裏 這裏也是 去到高位之後 升了一路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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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這裏跌下來 那如果這裏沒有出貨 你便起到這些位置 你出不出貨 那這裏出貨 那這裏出貨是怎樣的 以這個星期的最低位 你要看 看著 凡你升的話 就一定是 每天的最低位 這裏是高於之前的最低位 這裏現在不是 你不需要到這裏 去到這裏 就出貨 到這裏 已經可以知道 它也可能是 低於之前那天的低位 或者低於之前那兩天的低位 那就出貨了 這裏的時裝 還跌了 那你不出貨 那不出貨 那不出貨便起這裏出貨 所以我們看到 一個是相對的高位 所以 恒生指數今次是怎樣的 沒有問題的 升升跌跌 靠什麼呢 期止結算嘛 期止結算也未結完 結完之後才見真章 那這裏一定是 拉緊是抓緊就命的 那如果 接下來那兩天 是升上去再升上去的 那 過完年回來之後 是有條件 是有機會再升 真的 如果今天 升到這樣 來到中族 便這裏收工 明天 其中的結算也會跌下來 那 接下來 2021年 我們將會可能 是有機會 是開黑盤的 好了 這個是 這個是放大了的 今天是升上了中族 為什麼是中族呢 這裏碰到的 這裏碰到 這裏碰到之後 這裏碰到的 它不肯穿 它不肯穿 收回上來 收回上來 這裏便即時回來了 那裏便要上去 這裏不肯穿就上去 所以我一直都說 現在這裏 拉成個豬嘴這裏 這些位置跌穿 不要這麼心急 認為它一定會跌 應該要沽貨在何時 這些位置已經沽了 這裏不肯穿 因為這裏是升不到 跌穿中族 那這裏便沽了 如果這裏沽了 如果這裏沽了的話 那你以後知道 喜歡買甚麼貨 你大把錢 可以考慮 這裏是跌了下去 那需不需要很擔心的嗎 不需要擔心著 看多幾個發展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裏是拉了豬嘴出來 這個拉了豬嘴出來的事 在這裏的情況之中 那裏的升跌 是可以有很多東西 是假的 好了 看吉利汽車 吉利汽車這幾天的走勢 相當之好 在很早之前 我曾經介紹買吉利汽車 現在再看看 在月線圖上面 我為什麼要看月線圖呢 看月線圖的 你會看到 吉利汽車最高大約是28個 幾個多 那他現在很多時候都覺得 嘩 他最低時做到10元以下 不覺得不覺得 他就走回來的 那現在這裏做23元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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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夠升穿28的話 這個就將會甚麼呢 是甚麼大的圓底 大圓底的話 這裏是10元左右 其實去到9個多 這裏是28元左右 那中間就有18元的升幅 理論上 不斷量度 18元的升幅 你加上去大概是29 18加29的話 噢噢 這樣就可能去到是 多少呢 18加29 47啊 是否47呢 18加29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又說回一件事 Beng哥 以前跟他在國安台做的時候 他問過我 你可以去到多少 我當時做了個手勢給他知道 我說我不說 我做個手勢給他知道 這個是在咪後做的 不過你不要穿出去 他很壞 他跟著穿了出去 畫五喔 是的 我當時伸出五隻手指 我一刺你 可以見五十 那為何會這樣估 你不要問我怎麼估 就像我那樣 我穿短褲出去說 猜一下今年動不動 各人有各人的方法 各人有各人的體會 我只是覺得他 有條件做到五十元 那就是最壞 他之後跌到十元以下 這是很多事情的影響 因為你真的要做五十元 是有很多的因素 不是別人炒得你上去的 你不是小小的東西 是一定要有條件 要有因素 慢慢去符合 我是吉利 是很早 是由一個半島看他 我以前說他可以到十五元 那就是他 我猜錯了 因為他超乎我想像 去到成三十元 這麼窄些 去二十幾元 那他又跌下來 去到十幾元 然後再跟著 現在慢慢 搖搖搖搖搖搖上來 所以大家有時候看股票 對有些是有實力的股票來說 不要只看著日線圖 要看一張月線圖 因為路遙之馬鈴 現在 這裡看 剛剛突破了保利加通道 是兩星期 這裡大突破 然後這裡小 接下來應該有些做整固 有些整固 一定有整固 整固我們看看 周線圖 好眠 突破了後 他應該要做整固 這裡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短期的雙頂 短期雙頂 如果這裡一升穿上去的話 這裡一定是過了三十元左右 一定去了三十元左右 因為這裡是二十元 這裡是二十元 你加上去二十四元 再上去之後 你便大致上可以近二十八元左右 二十八元左右 二十八元左右是甚麼 二十八元就是這個位 二十八元如果這個突破 又如何 有些想像力 因為 不是 很簡單 炒股佬是需要有時候 是很興奮的這個樂觀 我不是叫你樂觀 叫你很興奮的樂觀 這個就是為何我可以起 一個半人錢 估吉利可以15元的東西 是絕對瘋的 不過要給自己的想像力 給自己的衝勁 你要估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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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猜 天有多高 你怎麼猜 你不只用自己的想像力 是不是 在這個過程中 你的想像力 當然你要慢慢看 它可不可以交功課 在日線圖上 這個圓的頂 你看這個東西 是容易可以見到 這個不是那麼清楚 不過都可以告訴你 所以吉利這裏 我覺得可以看好 為何可以好 你要講穩好的原因 很多種 又說將會的帝斯 可以出A股上去 等等 等你電動車 不知道現在搞甚麼 可能有些甚麼 我們不知道 只是股價告訴我們 有人是在買他 買他的人 一定知道的消息 比我們旁邊學 是多的 如果他移上去 不是 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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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 香港交易所 無論你怎樣看 一定是大手成交 因為經濟部定的大手成交 每單買賣超過一百萬 之前你們有資金流入 昨天也少了一點點 今天約了11點 未知道 不知道怎樣 要看看 股票又是看月線圖 月線圖那些已經升穿了很多 再跟著過來做這件事 再跟著再升上去 又再摸頂 在這些情況之中 記住月線圖上升了 是約摸是近高位的 這個跟吉利的月線圖是有不同的 吉利月線圖是升了上去 如果再下回來再升 這樣我就覺得他又在做頂 不過現在吉利不是這樣 港交所現在是這樣 現在就像港交所現在這個位置 是不是 即是你後面還給我再升一兩個月 再升兩月的話 每日升一毫子 好不得了 是不是 港交所將會怎樣 港交所 我曾經說過 以前曾經說過 有些朋友記得 我又很瘋 港交所要做三百元 我曾經說過港交所要做三百元 不小心炒過籠就要五百元 不過簽成條件就是每日的成交量一定要有千二億 當時那時候都是百多億 不是幾百億 為甚麼你估到千二億 很簡單 你估我會不會死 一定會估到死 因為人 死是必然的事 我每國一日 我就會死近一日 所以你說我會死 一定是對的 同樣怎樣可以說港交所一定會升 我看不到香港的成交 會慢慢大幅萎縮 只會日日升低 升低 升低 十年之後 他怎會成交不去到每日有千二億 如果我現在告訴你 港交所還要看他日成交 日平均成交不是一兩天 在大約三十五年之內 在他每日有二千億的話 你信不信 如果你信的話 就買到港交所上 港交所為何好處 第一 他所有賺到的 他一定是要派出來 因為法例規定他 之後就這樣就差了 由於人人都知道這件事 現在港交所已經是一隻 絕對不是低息 不是高息股 是低息股來的 尼巴島 我們如果一般來說 你要做這個退休 你要做什麼呢 就是駁一件事 你死了,港交所還沒人解敗 還沒人散 所以 凡是港交所有見到大跌的 應該賣跌 作為做一個退休基金的準備 港交所 港交所 我們要看多少呢 我覺得 去到這裏的話 要有一件事要考慮 港交所可能是真真正正正見頂 未去到500 不過都有個中期休息暫掛 那怎麼看他這個情況呢 就是在月線圖上面 從這裏 畫一條線過來 你找到這裏是一個 雙底的 不是很明顯 如果這麼明顯 人一看到的 那就不是啦 就是要不是很明顯 你去研究之後 用幻想力去猜一下 這個位置是多少呢 我量過了 278 跌下去這些位置是多少呢 130元 所有278 然後130之間 中間是148 而將148 加上去278 即是這個位置 人身上去 就是426 今天 現在做這個 421.40多是高位 那即是說 港交所建這一浪 這一浪 不是之後的浪 可能 在426 是應該有較大阻力 在那裏 可能會作出一些較大的回途 因此 2021年 是可能提供一個機會 給大家去買港交鎖 那 價位是多少 我主要去看回 是保利家通道的日線圖道 中軸的壞 現在是392 即使 你在這裏低20元左右 你就好賣 那會不會低到這個位置呢 即371 我不知道 目前現在它是 在這裏抓頸就命 之後就爆了上去 會不會只是爆到426 或者直接爆到500元 我又不知道 不過 按照量度 那個 即是在月線圖上面的這個 是 當這個是 原底的話 這個是426 那這個呢 也是一個可能的頂 去到這裏要怎樣做呢 沒有法子的了 每天看一下 如果你要出貨的話 就每天看一下 如果你說不是的 我還打算開它30年 那你不要看 還是看成交 好了 這個就是兩個月的港交數 開始 升極都好 開始出很多 十次升給你 這些是要 病徵來的 升 而又約計 所以留心 426 是不是這個位置 我不知道 同樣好像我說 阿里巴巴 現在 當我290多的時候 我說他 他跌下去220至210 到現在 很多人跌下去之後 又說 200了 穿200了 我整天都很堅持 220了 210了 因為 為什麼呢 第一次你找到的 就算了 不要經常要修改 修改完了之後 那些東西就不好 歐能建設 是朋友問的 升了很多 不過 留心 這兩天 資金流出了 即時就告訴你 見頂 這是周線一年圖 還是很好 現在大幅升了 再上去 但是 今天是有支 日線圖 有支陰燭齊 如果放大了 就這麼多 因此你一定要考慮 它已經由很低很低位 要記住 周線圖上面 人家是由一元雞 升到三元雞 那時之中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一元雞 升到三元雞 是什麼時候呢 是由 2020年9月 就升上來了 人家賺了三倍 你賺多少呢 你有沒有警覺一下 比亞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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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樣 這裡這樣下去之後 這幾天 過了五天 裡面有三天 有資金流出 今天我估計資金都是流出的 那什麼情況呢 周線圖上面 你看得到 突出這裡之後 過來橫行 即時已經弱雞不肯升 弱雞不肯升的話 再看看 這個是日線圖上面 一個頂 兩個頂 三個頂 一個頂 兩個頂 三個頂 再看看 你頂上去的時候 我就說 跟你好 你不行的話 我就下來 下來 下來多少 我不知道 如果以這個 做這個 一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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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條 畫條線的話 最低限度可能 下回到這裏 這裏多少 165 165 那你自己去衡量 你自己去觀察 接下來的比亞迪 會不會到這裏 我暫時先先看 不要看165 我先看185 就是這個中軸 中軸穿了的 先再看底下 就是渣達 還有一隻就是渣達 渣達和匯豐 很多人是看匯豐 就忘記了渣達 渣達 都是17倍市盈率 三厘幾息 都不差 是不是 第一樣 渣達很多樣東西 始終發展的地方 地盤和匯豐不一樣 有些升了上去 保利加通道上頂 開始不肯升了 打橫行 然後再跟著 就是這樣 現在下來 又看到拉豬嘴 開始拉豬嘴 拉豬嘴 拉豬嘴 時中 即是 窄幅波動 在這個位置 整固 整固的話 好像中軸上不到 就下來 可以自隔 6690 上了市幾天的股竅 叮咚 是上個禮拜 和今個禮拜 一線圖上 只有四天 這麼多人 沒有圖可看 什麼都沒有得看 這個 你怎麼猜它的頂 怎麼猜它的底 這個很簡單 我有幸 在去年 七月到 去青島 無意之中 參加了可以加電的一個研討會 它裏面 介紹了很多東西 是叫做萬物互聯 它已經說了很多東西 它和很多人很多人很多個合作 很多個合作 很多個合作 全部都是世界一流的名牌子 那我當時 英估 可以加電 為何要做萬物互聯 它要照做的話 它要怎麼搞呢 它一定要做一次重新的大裝修 它一定要私有化 然後再把它拆好局 再出來 因此 我那時候 去年 已經猜可以加電 是會要私有化的 它到私有化 它出來了 它在12月23日 將舊的抹掉 新的 叫做可以自家 上市 那我就認為 這個 是叫做入山修煉 現在開始 打完木人行 十八羅漢同仁陣之後出來的東西 我就認為它很大德 既然很大德 我所以就會推介它 很簡單 這個沒有任何圖體 純粹是基於 你對它一些基礎的認識 現在問題就是 阿爺現在需要做萬物互聯 要做內需股 是需要做一個 需要做一個加電方面 還跟越南佬、印度佬、印尼佬、馬拉佬 那些電器廠來鬥嗎 我要做高級一點 所以這一點 可以加電是重新上路 既然它重新上路 既然阿爺推這個內需 這個內循環 加電就不會讓你說碰斷 因為你還有隔力 還有其他東西等等 不過 可以加電收購了很多海外的牌子 它將它打出一個國際市場 因此我對它有些信心 你認為它可以升到多少 我不知道 估不到 因為要看它日後的發展 不過我只是說一件事 可以 它以前做過雪櫃 質量不好 它收回雪櫃之後 全部把它丟爛 公開地丟爛 全廠工人來看著丟 說一件事是甚麼 不好的產品 是不可以賣的 是會累死這間廠 我只是憑它一件事 想拿好這個QC 所以我就認為 這批人是有前途的 他們自己叫自己做海二人 並以此為榮 不像有些人 自己是中國人 都始於為中國人 好了 這些是推介了的股份 有升有跌 這些又一樣 有升有跌 好了 起到擋桿的股份 50汽車 50汽車 我這一點也有再提及到 我第一次介紹它的時候 是1.4毫多 今天它最高做過4.4毫多 接著跌下來倒跌 那將它怎麼做呢 甚麼叫做頂 瘋了 這麼瘋的東西 就應該要看著 一見到風頭火勢 你就要坐在機前面 一見到不妥 一見到跌下來 一見到跌到昨天的高位之上 就走火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炒股暫時 50汽車經歷過這些殺跌之後 以後有沒有機會做好呢 我覺得它可以也有 不過要看看 又在甚麼價位再進去 因為我對50汽車 它能夠打出中國的國門 不只是在中國銷售下 是有些憧憬的 又是發瘋的 發瘋完畢 因為今天是 2020年最後一次月圓之夜 所以我說的東西都是癲癲的 多謝大家陪我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